我們要來幫大家加油打氣一下 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已經先預告了 因為又到了年底喔 換工作求職忘記 所以呢我們好久沒有來聊的 跟找工作有關 的東西這個主題喔 我們今天好好的來聊一下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你要找工作求職忘記 你要怎麼樣在找工作的第一個步驟 也就是你至少要通過他的面試喔 然後或者是能夠比較輕鬆的打敗你的競爭者 那這件事情上面喔 要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現場的這一位呢 他是前外商負責人資的部分HR 那現在他也自己出來授課 告訴很多人要怎麼樣這個 可以找到一個好工作挑到一個好工作 怎麼樣可以在你的面試的過程順利 最重要的是其實 每一個職場都有他的僱用潛規則 要怎麼樣讓你看穿這些潛規則 其實還蠻重要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那我們歡迎Miss Molly Miss Molly對不對 莫莉小姐歡迎莫莉 哈囉主持人好 很開心今天來非電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求職的技巧 還有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 直來直往就是你的部落格嗎 還是粉專的名稱嗎 都一樣 我全部都用一樣 我全部都用一樣 好所以看穿雇用潛規則 立刻找到好工作 我們先來講一下 莫莉她自己的這個 她的她自己的過去的經歷喔 她在外商當HR 你在外商當也需要當多久 大概三年 因為我比較年輕 因為我比較年輕 哇三年 那其實很短的時間欸 嗯 但是我之前其實 學生時代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在實習了 喔 對 好所以 擁有歐亞非三十國薪資及稅務經驗 然後呢 看過上萬份的履歷 豐富的職涯輔導經驗 那麼輔導個案呢 當然也成功錄取了許多的知名公司 你自己擔任人資其實才三年 我必須要說其實不長欸 因為其實在擔任人資工作裡面 有十幾二十年的 大概到二十年的比較少啦 但我覺得十年的這個數字蠻多 然後後面可能會轉去做別的工作 但在人資這一個地方可能會十年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三年 還是說你這三年當中 可能看的比別人可能更久的時間還要多嗎 欸應該說我可能工作性質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一般可能我的同學大多 可能一畢業是比較去做招募 那其實我在實習的時候也負責過招募 也面試過蠻多人 那我做招募經驗其實從求學時代開始做 那我其實畢業之後我加入一家外商公司 然後那時候剛好歷經了一波轉職潮 然後其實我是去負責比較像是值錢費 還有三十國薪資發放的部分 什麼叫三十國薪資發放 就是我們公司的話其實是 欸台灣就是有兩個黑康 可能就是我跟主管然後兩個人去發所有 就是公司據點的薪水這樣 喔對 然後還要負責資錢 對因為那時候公司歷經了一波其實算資錢超 那你也是一進去就碰到大白沙的狀態 因為公司的資錢其實是蠻難處理的一塊啊 確實不容 大規模的資錢是蠻難處理的一塊 對不對 好那所以在這幾年當中 那你現在的 現在的已經離開HR這個工作對不對 欸因為粗疏的關係暫時離開 對 喔所以那你在過去的這段時間你比較深刻的經驗有什麼 我比較深刻的經驗應該是我有一次就是 呃其實就是我記得有哪一天要發台灣的薪水 那其實系統都設定好了 然後其實我我記得公司有一個副總然後就跟我講說 欸我底下有一個人還沒有交接完 然後他其實不願意讓我發他薪水 對他很突如其來的就是跟我講像這樣子的要求 但其實我那時候其實是覺得 嗯第一次覺得欸遇到這樣的事情是覺得蠻棘手的 然後我後來其實就跟主管說欸我們不是都設定好了 也沒有辦法為單一一個員工其實做這樣子的調整 那後來其實因為這事情之後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對這份工作的態度我覺得是更謹慎喔 然後面對人性也是有看到一些我覺得比較黑暗的層面 嗯對啊嗯OK好剛剛有人在問什麼是HR HR其實呃它是兩個英文字的縮寫 H是Human那R是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其實簡稱就是人力資源 所以在呃基本上比較大的企業 尤其是外商公司HR的部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門 那對外招募人員比如說新進的員工招募的這個部分 第一關已經是透過HR我記得我有去一個外商公司很大很大 呃非常大全球就是算是非常非常大的外商公司 其實有去呃進行過面談但是到了最後 喔那真是過五關斬六獎欸 我大概面談到第六關就是剩下最後一關就是跟CEO談完就OK了 但是我後來因為跟台灣的CEO談完就OK 但是我後來因為我合約的時間實在是已經迫在媒睫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那個進呃外商公司的機會 可是他我要講的就是過五關斬六獎的第一關一定是HR的面談 嗯一定是HR的面談 欸是第一關就HR嗎還是先考試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考考那時候有先考比試考三個科目的比試 嗯英文數學國語都要考 我就覺得 對對對對對那個公司真的是非常的難搞 嗯然後呃但是面試的第一關一定是HR就是human resources 人力資源齁好解釋一下 再回來我們再講你在這個書裡面其實有說你要 呃因為你你你覺得你是管理三十國薪資的外商人資 解密但其實就是那一個公司啦 嗯對不對 只是那一個公司管理三十國薪 其實我有點聽不太懂 有點不是很懂 為什麼這個這個國家 就是說這個企業他有三十個 他的人員是便及在三十個國家嗎 欸我們公司應該說是有大概三十多個據點 三十多個據點 在不同的國家 對對 然後你要去負責發放這些薪資 對 那那其實是就是同一個企業而已 對就是 嗯 就是變成說那是分公司 但是變成說那些據點都是我們台灣負責 好那你裡面其實有提到一個就是大家其實可以善用世界五百強 測評工具 這個東西是什麼 喔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話我特別把這個章節寫出來是因為我覺得 台灣人好像求職對於自己的我覺得人格特質 還有一些自身的優勢比較不了解 嗯 所以我特別編列了這個章節把我過去就是會的人格測驗附上去 嗯 那其實在三十一頁這邊 其實我有提供了一個就是我自己覺得對我了解自我也蠻有用的一個測評工具 叫HBDI全腦優勢 嗯 那其實我有附上這個測評工具 跟大家分享說其實每個人的大腦優勢其實有分成藍腦 綠腦紅腦跟黃腦 嗯 對像這邊其實我自己也是因為做完這個測驗我覺得我對我自己也是更加的了解 嗯 這個是在這個這個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對對 這個東西在網路上找得到嗎 欸 這個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崩開可以搜尋到的東西嗎 欸對其實你是可以搜尋得到 嗯 也有其他版本的 嗯 那我其實是附上我測過的 喔 對 好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去這個網路上看一下找一下的話 你就假設 假設你 那那就是打HBDI 對 說不定就可以測到但是會有不同版本對不對 對我也測過大陸的 喔 HBDI 大家可以照一下 所以找到你的優勢腦 所以講到這個 藍腦綠腦紅腦黃腦其實我們之前也聊過 嗯 之前我們同樣也是有另外一位作者 他是出了一本跟職場相關的書 他其實有提到這一塊喔 嗯 所以看起來是真的在HR 或者是在輔導大家在職涯生涯的這個部分 其實都會建議大家可以去透過這樣的檢測來知道自己真正 第一個可能興趣跟第二個是你適合的東西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好像求職比較沒有方向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可以事前多做一些像是這樣子的測評工具 我覺得比較可以幫助你了解你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適合這份工作 嗯 而不是說欸你做了之後 嗯 你才發現說欸到底好像 嗯 欸好像又不適合我 然後又再換了一個工作 對 那你現在你在這邊有個35頁有一個個人風格解析 這是你自己的嗎 對這是我個人 真的喔 那我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就是我在35頁的地方有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個人風格分析 其實這個測驗是從前面那個全腦優勢其實出自同一本書 嗯 叫全腦革命 嗯 對那其實它有分成四種類型就是理智型 組織型開創情跟情感型 嗯 那其實就是如果你網路上搜尋這個測驗其實你也是可以直接測出來 嗯 那就會有四種結果 那其實四種結果的人其實各自適合其實不太一樣的工作 嗯 像是理智型的人大多其實是比較是工程師 嗯 測出來會是理智型的 嗯 那組織型的話其實 大多是像是財務或會計比較是組織型的 對我的組織型可能也是跟你差不多一樣 近乎於零的狀態 哈哈 那可能也會多在開創型跟情感型之類喔 嗯 所以就會知道說自己比較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那休息一下待會回來喔 我們就要來看看的就是如果你最近想要去找工作 那會有面試的機會 那到底地雷是什麼 還有如果 呃 HR都會要求 基本上HR都會要求你 就是希望你期待的薪資待遇嘛 嗯 這個你到底怎麼回答 因為有時候我們覺得講到錢好像就特別的 嗯 難開口喔 可是我覺得 每個人其實你都還是要知道自己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因為遇到那種很苛刻的老闆 就是你還是要 你還是要亮出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嗯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來看看兩個很重要 一個是面試的地雷 第二個就是我們怎麼 表達出我們期待的薪資待遇 因為這個都是面試一定會碰到的齁 休息一下忙回來 來我們今天的辦公室同樂會很重要的是 告訴你看穿僱佑前規則 立刻找到好工作 在現場的來賓是前外商的HR 直來直往 Miss Molly 蜜絲莫莉 莫莉小姐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面試的地雷 好 這個面試地雷很快的可以跟我們說說看 哪些是最不能犯的錯誤 我覺得台灣人的個性通常就是有點太老實 我跟學長 就是很多面堂給我學長 就是我覺得會講一些不該講的話 我永遠都記得我之前有面試過一個業務 他說欸為什麼你想要就是當業務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欸因為我就是想要賺錢 就是這個答案很誠實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就是我覺得有些話是比較適合放在心底 但是不適合跟面試觀想 對 那比如說如果是業務他去面試 那你們期待聽到覺得會非常好的 為什麼想要做業務的答案是什麼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面試的人 我就會會說 欸我希望我的付出跟我的薪資成正比 我就會休息一下 哦 哦 這根本就說話的藝術嘛 對 我希望我的付出跟我的薪資成正比 對 嗯 欸這句趕快學起來喔 我希望我的付出跟我的薪資成正比 真的啊因為有很多人也沒付出什麼啊 嗯 然後也是賺那麼多 那我付出那麼多我為什麼不能夠 要求我的薪資高一點呢 嗯 本來好像也是這樣 那還有呢還有什麼地雷 因為我們剛剛就說 呃常見的履歷地雷跟面試地雷 嗯 履歷地雷呢 履歷呢 我覺得是台灣人的東西都很 斜的斷評估指數 嗯 譬如說如果像是 譬如說一主持人主持一個節目啊 那譬如說一般人主持 欸我負責可能主持XXX節目 嗯但是如果是我我想要看到好的履歷 可能就是 就會多講一些譬如說 欸你主持這個節目的績效在哪裡啊 譬如說欸 譬如說多少觀眾來看這個節目 我就會數句話 就是我會盡可能的把就是 就是這個履歷是寫得更明確 而且多寫出一些工作上的成就 喔比如說呢 好以我為例喔 嗯 那我的履歷如果出去的話 就不是只有主持非諜同 非諜電台生活同樂會節目 而是 呃主持節目 我們多次入圍金鐘獎最佳主持人 喔 這方就非常非常厲害 立刻就是邀約 三年內入圍兩次喔 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個比較好的 同樣也是在講一個 形容這個 對 就把自己的績效量出來 對 這個是履歷 欸那有些人說我就沒履 我就沒有什麼 比如說剛畢業的年輕人 喔這個的話我覺得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 對啊 因為我也當過新鮮人嘛 對啊 對啊 那其實如果是我剛畢業的時候啊 我就會其實會寫一些像是我的實習經驗 或者說我的志工經驗 嗯 那如果是實習經驗的話 或者說一些你社團 你就可以寫說欸你辦過多少場活動啊 欸 那參與率怎麼樣 喔 或者說你社團招募多多 招募到多少新的成員進來 嗯 或者說欸你 你當志工你的實習多少 那你有沒有獲得一些好評 主管的好評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寫像這樣子的東西 欸可是我也忍不住要問你們HR欸 如果說你們是看這個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調資料 你去哪裡調資料 證明他講的是不是真的 我們其實 但你還是會看 喔 就是寫得越 寫得越豐富 越喜歡 你們就會比較喜歡 是真的這樣嗎 應該說我覺得如果他是有寫到這些關鍵的點 我至少可以判斷他是一個有sense的人 因為其實九成的人都寫不到 可以這麼講 喔真的啊 對啊 像剛剛主持人講說 欸你得過什麼獎啊 那這種可能立刻亮出來 欸我就覺得這個人 喔真的就是 會眼睛發光那樣子 但是其實一般人不太知道 就是這是可以這樣子行銷自己的 喔 欸有人問說 業務當然就是為了要賺錢啊 如果面試的人是業務主管 我是業務主管 我就會立刻錄取這個說 我就是為了想要賺錢的人 那可能跟我 我可能就比較不會 為什麼我會這樣 嗯 就是覺得說我是會拒絕這個人 那我跟這個人來講一下原因好了 嗯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面試人 其實我們用的方法是行為面談 行為面談 對 主持人有沒有面試過人 有嗎 有啊 有也有 我也相信應該會有 那我們其實用的就是CAR原則 或是STAR原則兩種 嗯 那其實我們都會譬如說 欸去從你回答的這個原因裡面去推測說 那你未來就是譬如說 欸你加入我們公司 或是離開我們公司 會對我們有什麼樣的評價 嗯 那譬如說如果今天我聽到有一個人是為了錢而來的 我就想說欸那你以後也會為了錢而走 其實我們會做出一個像這樣子的推論 這是我們面談的邏輯 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回答的是剛剛 呃茉莉講的這個就是我希望我的付出 跟我的 呃跟我的回報是成正比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業務是一個這樣的嘛 就是我願意付出的多 我得到的就多嘛 對不對 欸那那其實 真的在老闆的心上 當然是如果我今天能夠找到一批錢里馬 我當然也願意付出同等的 同等的這個報酬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完全沒有衝突的 欸我覺得剛剛那句真的很好 請大家記得本日金句 再講一次 莫莉 我希望我的就是 付出跟我的薪資成正比 我希望我的付出跟我的薪資成正比 對面也是點頭如搗蒜喔 我覺得對於每個人不只是業務啊 對於每個工作其實都一樣 你就金句八倍起來就對了 嗯 好所以呃剛剛講到的就是履歷 應該要呃特別注意怎麼樣去行銷自己 把自己的東西寫出來 那即便你是新鮮人也是有得寫的對不對 對然後還有就是面試的地雷喔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講到期望待遇的部分 嗯 呃 有的時候喔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講到錢大家就覺得好像很難齊齒 嗯 也很怕就是老闆就覺得喔你什麼 你什麼那個 我這個你什麼咖 你跟我要求這個 你才剛剛大學畢業 嗯等等的之類的 那在這個部分你會請大家可以怎麼注意 呃如果是我的話我其實比較不鼓勵大家輕易報價 譬如說欸我可能想要多少錢我是不會輕易先講的 這比較是我的招 但我等一下再分享一個我學長的招 就是供大家參考 嗯我可能會問說欸那跟我差不多資歷的人可以給到多少 嗯 我就會先逼那個面試官告訴我他的預算在哪裡 嗯 對 但是譬如說如果像是我學長的話他更有經驗他可能就會說 欸那我希望我不低於多少 嗯 那其實他這個招也不錯 他就直接會可以先觀察一下那個面試官的臉色說 欸他到底給不給得起 就是其實如果你抱的比較高或是超乎他們的預算 很多面試官可能就會比較面有難色 嗯 那像我們可能比較心思細膩懂遊戲規則的可能就會知道說 欸那這個可能談不成或是說你開太高 但是如果是你要更聰明一點 你可能譬如說報了一個價錢你可以就是在故作姿態說 欸我對就是薪資秉持彈性就是我會暗示公司說其實你給 你能給多少是要看公司誠意的 嗯我可能會加一些話術這樣講 嗯我會覺得這樣會是比較妥當的 嗯對 所以不管是呃他沒有經驗的大學新鮮人 嗯 還是應該說是社會新鮮人大學的畢業生社會新鮮人 或者是說他今天是要轉職的 嗯其實都是用一樣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談薪資嗎 我覺得盡可能的話不要回答就是一公司規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白紙的話 我覺得也是不要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你只要回答一公司規定 其實人家就給你最低的待遇 嗯對但這只是這可能是大家比較不知道 所以就是說其實也不是老闆壞 嗯 當然我們會覺得老闆怎麼那麼壞 但是因為你沒有把你的期望說出來 嗯 其實老闆就會依照公司最低標準辦 對 基本上是 因為譬如說我們公司其實 嗯 還有我 我覺得我身邊很多其他朋友的公司 我們都會聊 他其實基本上 我們用一個人 基本上一定都是會用比前手更低的價錢 所以一定要談薪水的原因是在這裡 就是人家一定是給你是 薪水是比你這個位置的前手低 那如果你不談的話 人家就會給你越來越不好 可以這麼講 真的假的 給的會比前手低喔 是的一定是的 對 是會越用越便宜 就譬如說原本這個部門 我以前譬如說的經驗是這樣 譬如說有一個部門可能譬如原本有三個人 嗯 那譬如說他後來可能找了兩個人加起來 可能就是更便宜 然後也發現這兩個人更有經驗就堪用 其實老闆是很會算的 哎呦 真的是不講都不知道欸 所以你這些在書裡面都有寫到嗎 差不多 都有寫到 欸我跟你講完全不藏私喔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真的 欸我真的覺得不是只有新鮮人 就是你要轉職 如果你一直覺得你每一次求職 好像都沒有談到你自己覺得 你就會覺得被虧待了 那說不定你可以用一些方法試試看 所以這一篇這個看穿 顧用潛規則立刻找到好工作這本書 推薦給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茉莉她不藏私的分享 那個以後還想做HR嗎 把這個命令都告訴人家了 以後怎麼做HR呢 謝謝直來直往 MISS茉莉來到我們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職場的這些面試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 extension一下 於是我們就進極了 起來 沒關係 我知道